这样的客人 你的盆金很贵 我父亲山上就能挖 我手动去挖就行了 还免费的 这时候的我陷入了人生的大思考 不对哦 山上的树 如果不是你的话 你还能挖吗 首先说说 如果是路边人为种上去的植物 是千万不能挖的 因为这是破坏公物的行为 如果遇到山上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的大树 那就更不能挖了 因为他是历史的见证者 当地的种都不给你搞它咯 肯定就有干净说 那我自己种不就得了 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自己种很好 但是你要忍受几年 十几年的寂寞 等它长成型了 你就成功了 但是呢 如果想马上得到的话 还是建议你去谋宝 谋阴或是谋店 选购一款适合你的植物 相信我 你肯定找得到 我肯定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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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两家的